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一至四都是我們的節目 今天是十月十七日 跟大家跟進一下 iPhone方面的消情 我們較早之前 都跟大家講過 因為華為 在蘋果 推出新iPhone 十五之前 有搞作 以國產的姿態 推出新手機 所以 我們在九月中 都已經 跟大家講過 華為獲得官方的加持 重返 中外手機市場 但以現在的商業生產速度 華為主要是 給內地人 用 要去打海外市場 目前非常難 反觀 iPhone方面 因為它也有加價 所以實際上 都會面臨一些挑戰 果然 彭博方面 引述兩份分析報告 提及 蘋果的最新iPhone十五 在中國的銷程 是差過 iPhone十四 反映了中國消費疲弱 以至華為競爭對手的崛起 市場研究機構 Counterpoint Research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主要是統計手機銷程 一般都會引述它的 一些估算 推算 現在 它估計 iPhone十五在上市之後 頭十七日 和上年推出iPhone十四 同期銷量比較 跌了4.5% 而以Edison Lee為首的Jefferies 這個富瑞分析師 更加估計 iPhone十五的銷售 將會比前一代 iPhone十四 有一個雙位數百分比的跌幅 即是會跌超過一成 特別在華為 Mate60 Pro上市之後 在蠶食蘋果手上 中國市場一哥的地位 彭博在昨天 發布這一篇報道 提及 新iPhone在內地的銷程差 導致蘋果股價早短 曾經跌超過2% 不過 埋單計數 昨天蘋果都基本是平收的 但是很明顯的 昨天整體的市場也有個反彈 蘋果是跑輸的 彭博引述說 如果 Jefferies的初步估計 他們分析員的股價準確 這次 將於2018年以來 新iPhone 銷程在中國最差的表現 之一 Counterpoint認為 iPhone在中國銷售差 主要是因為 中國經濟不好 這個頑固的市場 不少影響大家 更換手機 而且 華為Mate 60 Pro 八月底 首先在中國搶雜上 所以 不多不少 比在中國 上市的iPhone 15、9月中 才來了 就有個時間上的優勢 我們都特別 之前都說過 因為 內地方面 不鼓勵 用iPhone 現在包括一些 政府機關 重要政府機關 都主張 他們的要員 要用國產手機 譬如華為 亦都有個別公司 鼓勵員工 換機 如果你換華為 可能會有補貼 諸如此類 所以 時間點上 中國方面 鼓勵大家 去支持華為 抗拒iPhone 其實就很清楚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iPhone的銷程受到影響 偏遠 絕對可以理解 但是Counterpoint 就說 如果比較美國方面的市場 iPhone15 頭九日的銷售 其實比14 有雙位數 百分比的升幅 就是說 在美國是大賣的 Counterpoint 就說 幾個星期尾 美國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熱賣的情況 這個是iPhone最大市場的一個正面訊號 所以應該可以減輕中國銷售的影響 不過很多分析員認為 華為掘起可能會削弱 蘋果在高階手機上的主導地位 Counterpoint 就估計了 華為單在今年可以賣到 五百到六百萬部的Mate 60 Pro 而Jeffries在星期一的報告就說 這個趨勢也顯示 iPhone將會在明年輸給華為 加上中國的需求那麼弱的話 不多不少 就會令到iPhone全球的出貨量 可能會比預期差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中國方面的形勢一般 所以蘋果的CEO 行政總裁Tim Cook 突然之間在中國出現 根據彭博引述 微博上的一些短視頻 就說Tim Cook 突然之間去 成都太古里的蘋果專門店那裡 延伸和顧客和員工揮手 並且也發表了簡短的講話 在場應該有王者榮耀的活動 這個騰訊旗下的王牌內地的遊戲 有電視劇 他就和這些參加王者榮耀比賽的玩家 知責 今晚的熱度是爆發的 並且也上傳了 蘋果方面也上傳了 粉絲玩遊戲的示範 這個當然也作為通道 蘋果方面也是因為這個遊戲熱賣 收了不少的收入 而今次出訪 完全沒有鮮兆 這裏突顯了 蘋果方面仍然非常重視中國市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現身 為何之前沒有什麼風聲 大家都知道中美關係比較緊張 如果添曲 大張旗鼓說我準備去出訪中國的話 可能會遇到一些阻力 所以現在呢 都過了去先算了 這時間上也是很適合 因為呢 有研究報告暢淡 iPhone 15 在中國的燒情 所以 蘋果方面呢 找Tim Cook去捕一捕 另外特別要留意的 這個星期 就 有一些 企業高層 和一些國家領導 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都現身不驚 因為呢 中國方面搞第三屆 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所以呢 Tim Cook會不會在一帶一路的活動上現身呢 接下來大家都要留意了 那 Tim Cook方面呢 其實一直都很保護 蘋果和中國的關係 是吧 那今年 其實早點的時間 他都訪京 也都說 和中國方面 合作是共生的關係 也都 一早呢 符合這個中國的要求呢 搞了這個 雲上貴州的這個 雲端服務 是吧 完全按中國要求行使的 那所以 蘋果呢 結果在iPhone 15之前 被華為這樣追擊 我想對於Tim Cook來說呢 都是 雅止是黃年 有冤 無路數 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呢 就多些在中國方面做推廣 所以這次 這次 和騰訊方面 有個合作 和在榮耀方面 都是一種對中國市場的尊重 那 但是不是足夠扭轉 在中國方面 iPhone的頹勢呢 那當然 一部份 就真的 但是呢 華為呢 和官方方面 都有一個這樣的聯動 那這裡 多不少影響了 蘋果的銷情 但是這個關鍵因素 就是經濟環境 確實是差 是吧 嗯 譬如 就是 內地 我最近都有和內地的 有位司機 也有聊天 他都說 哎 華為不行的 華為都是自己人用的 中華人用的 外面這些手機 哪裏擺得出來的 他說 二例 現在都沒有人換手機 都沒有錢換 經濟又差 那這個 很可能就是 真是內地的寫照來的 雖然呢 香港方面 iPhone的專門店 蘋果專門店 其實就 人頭湧湧 因為剛剛 星期日 我都 需要去買一部SE iPhone SE 都要去到蘋果專門店 原因其他那些電器商 其實都斷了貨的 當然 iPhone SE 即是第三代 價格 就不貴 四千元以下 所以 都 可以叫做 比較受歡迎 很多人都會買給老人家 買家人等等 我去蘋果專門店 都跟Genius說 真的 找不到 只有你們有 他說 其實我們都是剩下幾部 他說 這一部都 很值得玩 如果你基本上上網 基本功能的話 其實這部就夠用了 香港方面 其實就不見iPhone的銷程 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 你說會不會 在換機的時候 考慮多些價格 可能就未必上去最高 是吧 未必去Pro Max 可能會去到 15就算了 這樣 這些就要再觀察 但整體來說 跟內地方面 那個 冷風比較 似乎 香港就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整個經濟和匯率 確實是影響iPhone 譬如日本 都是iPhone的使用大國 因為2017年 日本iPhone的市佔率 其實有六成七 三分二市場 其實都是iPhone 你想想 日本其實都是很多 自己日系手機 但早幾年 iPhone方面 都是最一步壟斷市場 但最近調查 Counterpoint的研究 之後也是看到 今年年中 日本iPhone的佔有率 已經跌到剩下四成六 即跌穿了一半 比22年同期再跌多 12.8分點 這個似乎因為 日日日貶值有關 導致iPhone的價格 提高了 是吧 22年7月 日本Apple 蘋果宣布其下 產品大幅加價 iPhone13 當時由98,800 Yen 大幅加價 117,800 Yen 加了接近2萬Yen 1,000元 iPhone13 Pro Max 當時的產品價格 甚至大幅加價 4萬Yen 2,200元港幣 而最新iPhone15 報價 16萬Yen 8,800 港幣 價格 比香港貴 你想想 對日本人來說 會不會有很大的負擔 所以 導致Google Pixel系列 市場轉用率 反而大幅增加 日本人 買多了Pixel 6a 或7a 這些便宜 所以 美元 比較強勢 也導致iPhone 實際的消程 可能受到影響 這個 摩根士丹尼的報告 也提及 他們 不預計 iPhone15 他們之前的出貨股算 會有影響 這幾個星期 譬如中國的消息 暫時未見到 大摩尿下 iPhone出貨量的展望 不過 大摩方面 都強調 美元的強勢 是對iPhone 銷情的一個 不利因素 當然 要等比較長的時間 14個星期才出貨 這個也會有影響 不過 大摩認為 可能是供應問題 包括工人 以及部件 似乎對iPhone15 Pro 和Pro Max 影響比較大 但整體上 Pro和Pro Max的表現 比iPhone15 和15 Plus 不過 無論如何 大摩都下調了第四季 主要是因為 他們認為是出貨的問題 將蘋果的目標價 由215美元 下調到210美元 我們手上看到這一份 來自大摩16號的報告 所以 這個因素 不能忽視 特別是因為美元相對強勢 導致新興市場 買iPhone 可能變得更貴 日本都已經 因為 iPhone加價 都影響了 遺納 其實日本人 用iPhone 都不會有什麼投訴 現在主要是因為 價格問題 轉去Android 中國會不會受到經濟 特別人民幣的弱勢影響 所以 蘋果方面 現在只能夠寄望 歐美方面 iPhone的銷程 可以維持暢旺 中國方面 看來很難寄託 接下來 可能會逐步被華為 或者其他國產手機蠶食 因為整體內地 這幾年 都對於 那些 國外的產品 那個喜好度 不多不少 都是一些回落 一來經濟真的差 二來 他們 發覺內地 其實很多廉價 便宜 很多替代品 你看到 連在韓國方面 做代舊 高峰的時期 講幾年之前 一個月 行行地賺幾萬元人民幣 現在 一個月賺得一兩千元人民幣 越來越難做 因為大家 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之下 都決定 保本 或者洗少些 用一些內地便宜的替代品 所以 國外的產品 就沒有以前那麼受歡迎 而且內地那種大貨風潮 主要是帶一些內地 他們願意給比較高的分成 給這些直播主等等 所以 內地的消費模式 也是改變的 當然 iPhone 是仍然好用的 連Google 都未必能夠提供到服務的Android 對於替代品 華為來說 當然 就是 用回iPhone 甚至是國外的手機更加好 但是 對於一些高級官員來說 他們就不是那麼有個選擇的了 是吧 也都有很多越來越外國的內地人員 也都選擇回支持國產 所以 iPhone 接下來 在內地的戰役 都會越來越難打 是吧 不多不少 都會影響iPhone 長遠的銷程 在市場佔優率上面 自然也會影響 蘋果的股價 但是 這個趨勢 似乎在短期內 是沒有辦法逆轉的了 文昌講古經 主持 文昌